好,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这节课程 是烹饪课程 那今天吴老师要教小朋友们做的是咖喱鸡 那首先呢,吴老师从超市里买了一只新鲜的甘板鸡 切成自己想要的块状 然后呢,这是咖喱叶 胡萝卜 土豆 洋葱 洛干 然后呢,还有椰浆 和一包现成的鸡煮 咖喱 以及适量的生姜 然后吴老师呢,要把这个咖喱叶呢,放到锅中 给它煮,熬出那个咖喱汁 很棒 那接下来呢,吴老师会把这些 土豆和萝卜 所以这样,土豆先去皮 用这个工具 和萝卜 牛卜也一样的 牛卜也一样的 蘑菇也是去皮,然後切成丁 把所有的食材,比如說像土豆,洋蔥,蘿蔔,切成小小的丁 然後依據家庭的力量,因為吳老師家的小朋友們很喜歡吃土豆 所以吳老師今天多切兩個 把蘿蔔也切成小小的丁,一整條蘿蔔 洋蔥也切好了,接下來吳老師開始要烹煮了 把火打開 首先吳老師已經把咖哩葉熬成汁了 然後現在吳老師要把咖哩和雞肉一起炒一下 在鍋裡倒入適量的油 好,吳老師接下來呢,在鍋中倒入適量的油以後呢 等油到一定的溫度之後呢 吳老師要把我們切細的洋蔥 放到裡面去 好香蕩一下 然後呢,就剪開我們的 香蕩雞的剔主料汁 然後呢,把它剪開 忍涼蔥爆香以後 吳老師有一個味道 好香一下 好,要是把咖哩汁倒到锅中 把咖哩放入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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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刚刚熬的咖哩汁并不是 咖哩叶煮的汁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老师会再加入适量的水 好,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先把我们的萝卜放进去煮 切成丁的萝卜还有土豆 一起放入锅中 慢慢的大概煮30分钟 我们的咖哩鸡将会 连同材料一起都熟了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呢 现在锅中煮的正式 我们换下去的咖哩鸡 还有咖哩鸡煮料 以及红萝卜丁 还有土豆丁 慢慢大概半小时煮成 一锅 浓稠的咖哩鸡 然后最后才加入我们的叶酱 已经快熟的时候才加入叶酱 好,非常棒 那我们耐心等待哦